字幕瀏龍 你們平時去泳湯 會不會穿比堅尼 或還是我反而比較補手 不會 我一定穿比堅尼 對 兩個都是 因為我本身對比堅尼有個情意結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這件事很時尚 還有健康的性感 但你會不會是泳衣控制買很多的 會啊 你很老實 你也買很多 你有沒有計過自己有多少 有啊 因為前幾二十問 那不怪我 二十多三十套也有 二十多三十套 但你們有沒有最滿意自己身體哪一個部位 你每個部位 我每個部位都很滿意 是嗎?每個部位都很滿意 我知道你滿意哪裏 我有的 四十三吋打長腿 四十三吋半的長腿 四十三吋半的長腿 我以為四十三吋半的長腿 還有這個二十四吋的腰 其實我喜歡自己鎖骨 因為我覺得 幸好有時候身形比較腫 但是鎖骨也不會腫 但你經常會不會要保持很辛苦呢? 也沒有特別的 也沒有特別的 天生的 也不是這樣的 就是吃清一點 因為我保持有做運動 但你們現在是主持工作為主 我就是 你呢? 他就是拍劇 我拍攝為主 你們自己本身是想往哪個方向發展 會不會想繼續主持 還是想拍劇 你拍劇會不會又想做其他 其實我一向都喜歡拍劇 但現在想多些有些主持工作 因為公司始終是主持的方向為主 都希望是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挑戰 如果拍劇要你們性感演出 你們會否介意 他性感也行 其實很講究 就是電影的氣氛 如果它很健康 正如在沙灘上穿泳衣 我覺得很正常 就是那個故事 不要意識不良 如果要做一些小三角色 要勾引嗎? 沒問題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 拍戲而已 最重要是劇情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各個角色可以發揮得到 可以表現到我們的演技 而且最重要是觀眾喜歡 而且最重要是你是專業的演員 你不是介意 例如做小三角色 小四角色也好 其實做掃地那個也可以 真的 就是學 那一套戲 掃地不是觀眾嗎?